没有冠军声音的本田 价格还要两万两千九百九 首先说我这个人是不太喜欢踏板的 具体原因等一下来说 但是呢不妨碍它是一台值得推荐的好车 这是一台新大洲本田的PCX 对就是那个配置又低价格又高的国产本田 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花两万多块钱去买它呢 广州订它要四个月左右 像本田190cc的车这个发动机 做了无数台车子 而且万年不换代 大家都抢着买 其实就是因为本田的稳定性跟持久性耐久度 是非常值得大家肯定的 而且这辆车是一个双摇篮车架 什么是摇篮车架呢 就是包裹着固定着发动机的这个东西 它是双摇篮的 你会不会觉得它更加稳定了一些呢 OK回到车 这是一台160cc的单缸踏板 这辆马力16匹 那外观嘛 其实我个人是特别不喜欢踏板外观的 像RA VESPA这样的复古车还好啊 骑起来特别有范儿 特别带感 但是一看这辆车就是一辆佳用车对不对 只要它外观不太离谱就都OK 那前轮是110 后轮是130的 而且前后都是叠砂 来让我们为本田鼓掌 这个后叠砂 本田终于做个人了 190都是鼓砂 这个排量的踏板呢 咱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家用车了 那家用车最注重是什么 当然就是储物空间了 这里有一个水杯架 但是就是这个做工啊 你看真的太塑料了 这个接缝也是 都不如上次我们拍的荆棘拉300 然后打开 过筒 头盔能不能放进去 哦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有一大半的空间 给我们放包包啊 雨衣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这辆车少了一个灵魂啊 就是它没有挂钩 如果我们要去买菜的话 菜挂哪里呢 日常使用还有一个场景是载人 那PCS它后排跟前排的高度 其实相差不多 那后排可以抱紧前排 更加的有安心感 那像我158的身高 其实我这辆车还是蛮轻松的啦 它761的地台 基本上可以算是矮自乐了 而且它不像那些意大利车啊 它的这个座椅呢 没有坐得特别的宽 像坐意大利车 其实我腿要大张开 才可以坐上去 我的脚也可以踩到地面 那女孩子骑的话 只要你不是比我矮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的身高在165以上 开起来就是四个字 轻轻松松 就是呢 PCS这辆车中间的地台 实在是太高了 我上车的时候 都要必须 体大叉 才不会刮到它的板花 有一个配置就是我特别喜欢的 就是无钥匙启动 起摩托车要戴头盔吧 如果你戴全盔的话 像我 我是完全找不到钥匙孔在哪里的 就乱插一通 那无钥匙启动 这可以造福瞎眼歧视了 因为是一台单钢踏板 PCS绝对是正的 如果是一台玩乐的车 比如说我的自由 我就觉得就应该正啊 它就是一台躁动的大野狼 但是对于这样一台家用通行的车 正就是犯罪 所以呢 PCS有个自动启停功能 在我们等红绿灯的时候 它就自动熄火 而且它的响应速度非常的好 我轻轻一给油门 它就启动了 反应很迅速 没有延迟 对于一台单钢的车来说 自动启停是一个非常好的配置 PCS有一个C-Link嵌入式座椅 它能让你整个人陷在座椅里面 而且对屁股的包裹非常好 加上它的把手很低 所以在你骑车的时候 想怎么摊就怎么来咯 刚才我们说了 PCS这辆车的后刹是迪恶刹 但是后刹却没有ABS 我们平常骑车用的比较多的都是后刹吧 前刹只是用来紧急刹车的 那没有ABS的话呢 就需要你非常精准的控制后刹 如果你在万众一着急 诶 夹死了 整个车就暴死 你就滑出去了 但是这辆车也有TC防滑功能 TC防滑的应用场景呢 就是有水有沙的时候防止你滑 但是开着这么小一辆车 我们走在这种路上看到沙看到水 我们就减速的了呀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ABS多过线滑 这个封挡是4S店加装的 它原厂的封挡也不能说没有用吧 低速有点用 但高速基本上形同虚设 所以北方的朋友们 如果你买这台车 建议一定要加装一个高峰档 日常的铺装路面呢 其实这台车还是挺舒服的呀 在路过一些小东西的时候还蛮柔软的 但是只要路况一旦不好 它就有非常明显的弹跳的感觉 因为悬挂形成又短 而且轮子又小 如果你看得很快的话 真的很容易摔车 所以在过非铺装路段的时候 建议大家15公里匀速通过 你以为买了本田就会有冠军的声音 没有的 国产小排量本田踏板声音肯定是柔顺的 因为无极变速嘛 但是呢 你想要那种紧实有力量感的感觉 它是没有的 甚至还有一点松散 开起来踏板嘛 无极变速 当然就没有换挡的问题 整个动力是非常柔顺的 而且本田就是很擅长这种绵柔的动力体验 所以当我骑在河边的时候 我会感觉 哇 我就好像漂浮在那里一样 再加上这个大座椅 我觉得简直不要太爽 160cc排量的车 最快我觉得也就开到100多一点 因为开到100的时候 这辆车会感觉比较飘了 个谁也不敢再往下拧了 然后这个160cc加速体验呢 也非常的一般 拿汽车来类比的话 就是开一台汉兰达的感觉 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缺点 反而是一个优点 家用车要那么猛干嘛 柔顺就好 对不对 但是这辆车在这个速度减到比较低 或者是低速巡航的时候呢 它的震动感还是很明显的 所以要再夸一下自动启停这个功能 刚才说这辆车基本上定位为家用车 可能会刺痛一些网友 但是那些买了弯道行人 买了踏板去跑山的朋友们 当你们在过弯的时候 心里面真的没有要上大排量的冲动吗 很多骑踏板的朋友都说 踏板的操控好过挡车 有一说一 踏板的这个小轮子真的是说倒就倒下去了 如果是技术好一点的朋友们 在普通道路上还是非常有刃有余的 甚至在一些比较急的山路上 踏板确实可以超过挡车 但是真正的操控好其实是需要很多因素的 也看有些比赛 可以在山路上超过我的挡车 因为我不跑山 这辆车推不推荐去魔旅呢 其实我个人是不太推荐的啦 因为160cc是上不了高速的 那你就要走国道了 国道的路况又不是那么的好 你会感觉非常的颠 但是就算你是骑自行车 你也有去旅行的权利对不对 只要你乐在其中 辛苦一点也没有关系 很多人觉得那2万多块 买一台本田的踏板像啥呢 太贵了 而且还有这个YAMAHA的MX 155 跟这个比亚乔的MEDALY 150可以选 为什么选它 因为它是一辆家用车 家用车最注重的就是品控跟耐久性了 它是一台本田哪 你永远不用担心这种问题 然后回答一下刚开始 为什么我不喜欢踏板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很多朋友考驾了之后 就是为了日后骑大排量挡车的 但是你入门的时候 选一台踏板车 你永远都骑不到挡车啦